奇怪 这不是乖乖吗 怎么可以搭捷运 仔细一看 原来这是游游卡 围着一罐绿色包装 上面印有可爱乖乖玩偶 不仅如此 里面还填充空气 可爱又抢眼 鲜亮一万张 14日凌晨才开卖 马上被秒杀 只剩拍卖网站买得到 开价标到6500元 甚至还有人开价10万 但是不能下标 白明告诉你 钱再多也不卖 不会 就是太贵了 就有点夸张 很快 我可以买很多东西 终于就快到了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乖乖这个算是一个国民零食 那很多科技人都很喜欢它 把它放在这个电脑旁边 叫电脑乖乖的不要当机 可以许时攜带 然后通讯你也可以拿来去买东西 小孩消费也可以去做捷运 外形红彤彤一逼 中间按键还会变色 也让神奇宝贝迷为之疯狂 不仅如此 悠悠卡还有美少女战士 月光宝盒 台湾啤酒造型 亦推出大受民众好评 应该会哦 应该会 因为看它图片还蛮可爱的 应该会想要用 因为想说可以送给女朋友这样子 去问的时候 店长都说是已经预定完了 所以也没办法抢购 外观的话 可爱的图案也是选 也会想要买的原因之一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 方便的程度 不管是国民临时乖乖 还是小朋友最爱的宝可梦 这些新奇又可爱的悠游卡 不但让使用者与众不同 加上限量发行的魅力 难怪一推出 纵商民众抢翻天 环宇新闻 洪席与杨芷玉台北报导 今天我们下期设计的